记者吕一轩台北报道,台湾法5部8月底执行死球李鸿基枪决,是蔡政府执政后首次执行死刑。 英国媒体于当地时间29日报道指出,英国脱欧事务影子大臣,下议院议员施凯尔·科尔·斯森尔,本周末访台,关切台湾恢复执行死刑仪式, 他也要及此行强调,英国即是脱欧也会致力于国际人权事务。 台湾法5部8月底执行死球李鸿基枪决,欧盟对外事务部发表声明反对,英国、法国、比利时、加拿大、澳洲与德国等多个外国驻台单位,也都表达反对立场,呼吁台湾立即暂停执行死刑。 英国卫报于当地时间29日报道指出,为关切台湾恢复执行死刑仪式,施凯尔本周末访问台湾,也及此行强调,英国脱欧后也会致力于国际人权事务。 报道写道,为期四天的访台形成由英国外交部安排,施凯尔将拜会我国副总统陈建仁,法务部长蔡清祥及资深司法人员,施凯尔在报道中表示,此行主要目的为确保台湾会继续暂停执行死刑。 施凯尔曾于2016年访台,他当时指出,台湾既然已经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,应该要聚焦于如何转换现况,达成废除死刑的目标。 自此出发前,施凯尔曾针对李鸿基交绝仪式投书台湾媒体,指出根据全球经验证实,支持死刑的声音逐渐缩小,因为用死刑当作惩罚已经过时。 施凯尔也写道,李鸿基被执行死刑有许多令人质疑的部分,包括原先被判处中贞监禁,却在上诉时被改判死刑,以及精神状态,不愿上诉或寻求原谅等。 施凯尔直言,很清楚的是,死刑已不是能有效下阻犯罪的方式。 施凯尔曾是英国皇家检察署检察总长,也是英国费死组织死刑专案,Deaf Penalty Project,的创办人。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最新估计,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停止执行死刑,但亚洲仍是广泛执行死刑的地区之一。 目前台湾有超过40名死球正在处决名单上。